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接受纽约时报三个多小时的专访 他表示大陆称霸半导体的机会不大 他有自信台积电不会失去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还说他不担心大陆竞争 因为台积电已经取得领先地位 科技事业 一个科技企业 必须自主技术 台湾有很多所谓科技公司 可是都没有自主的技术 这一点倒是台积电从开始就坚持了 日前出席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启用典礼时 张忠谋就提到 保有技术的自主性对科技公司很重要 而他也在纽时专访中表示 台积电控制住所有的瓶颈 若是要掐住中国大陆 他们其实无能为力 纽时更引赌场老板来形容张忠谋 指出尽管他做的事 比其他人更需要大胆的押注和筹谋 但相较于打算进行铁楼格斗的 全球首富马斯克 以及脸书创办人马克·佐克伯 张忠谋反倒像是个经营赌场的安静男子 纽时称赞他处事谨慎 展现更多克制 而在同一天 纽约时报也刊登出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的专访 刘德英曾在CN专访中谈晶片和台海问题 这回接受纽时专访则提及台积电走向全球的同时 仍需跟流台湾 不过他也否认长期被宣扬的戏段说 刘德英表示 大陆不会因为半导体而入侵台湾 也不会因为半导体而不入侵台湾 他说这完全取决于美中两国如何维持现状 以及他们想要什么 随着张忠谋 刘德英的纽时专访刊出 台积电和美中之间的关系也再度引发全球关注 解零和最后报道